用了三年的Luminar 从4到AI再到Neo 我追了三个不同的版本 也分享过不少的后期教程了 真的是觉得这软件确实用着还不错 才愿意分享给大家的 但是今年呢 我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向大家推荐Luminar了 2022年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先是推出了年费制度 虽然仍然有这个买断的版本 但是呢价格涨了 再有呢就是今年陆续推出了六个扩展插件 听说未来啊还要再推出五个好家伙 这一通的操作呢 可以说是给我彻底的看蒙了 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Luminar吗 那由于这些插件 它还没有试用版 不给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的 所以今天的任务是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些插件到底怎么样 就我自己使用的范围呢 进行了一些小测试 有些功能啊 真的是用了之后才知道 您这个钱八成是要打水瓢了 目前的这个Luminar 4和AI就属于一个下架状态了 所以今天咱们说的Luminar就只剩下Neo这么一个版本了 很多小伙伴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Luminar Neo到底能不能代替Lightroom和Photoshop 毕竟咱们得知道自己花的这个钱呀 它到底值不值 那么很负负责任的说 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单独购买 那么可以说有了插件的Luminar Neo基本上就可以替代了 当然这个替代需要加两个双引号 Luminar Neo呢 它主打的是人工智能自动处理 通过套一些预设等等简单的操作 您就可以获得一张效果还不错的照片 那么这两个软件它的定位呢是完全不同的 实在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详细的横向对比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先看看这两个插件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进入Luminar Neo之后呢 在软件的右上角的位置 您可以找到叫做扩展的一个按钮 这个呢就是它的购买和安装入口了 安装成功了之后呢 HDR合并和焦点堆叠 这两个功能就会出现在目录界面的右侧 操作方法呢是一样的 直接将多张照片直接拖到这个功能模块里边 就可以开始进行合并操作了 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 它是有张数限制的 您可以看到HDR合并是1-10张 焦点堆叠呢是2-100张 这些照片呢需要先导入到Luminar Neo才行 不能从文件夹里边直接拖到这个功能模块里边去 点击左上角的添加照片按钮 将照片导入进来 然后选择您想要合并的照片 然后再拖入到这个模块里边去 就可以了 在进行HDR合并之前呢 点击右上角的设置 也就是这个小齿轮的图标 可以进行一些参数的调整 自动校准和减少色差呢都是推荐打开的 那如果照片当中咱们拍了有移动的物体 比如说人呀或者是车 那么去重影功能也是需要打开的 在每次进行合并之前呢 别忘了查看一下 这里的设置 比如说没重影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关闭这个功能了 点击合并之后呢 大概就需要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处理 有个很有趣的事 您有没有看到 这个功能介绍里啊 它写的是将1-10张照片拖入开始 哎这个包围曝光不是要拍好几张吗 于是呢我就试了一下这功能 就一张照片真的也行 除外这效果呀看着还不错 虽然没有多张合成的效果要好 但是如果对比原照片去生邋遢的曝光的话 我认为呢这还是给调的算是不错了 所以测试结论为HDR合并 这个扩展插件还是值得购买的 当然如果您真的是拍摄很多大光笔的照片 那么买这个功能确实可以带来不少的方便 焦点堆叠插件的操作方法也是非常类似的 右上角呢也有一个小齿轮的图标 里边呢会有一些简单的设置 我使用了五张对焦包围来进行测试 处理的速度呢大概需要两到三分钟左右 比较的慢 但是处理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好 甚至比我自己手动合成的效果呢 我觉得还要好 但是我发现一个小问题 导入五张RAW文件合成 完全没问题特别的棒 但是如果我导入的格式为DNG 在Luminar Neo当中打开之后 那原有的调色效果就会消失了 照片还是会还原到RAW格式 那么合成之后自然也不会保留我当时的调色效果了 这也就没有达到我想使用DNG的目的 但无论是RAW还是DNG格式 它最终合成的结果呢还算是非常满意的 测试结论为如果您的工作流是停留在Luminar一个软件里的 也就是说使用它来进行焦点堆叠 然后再使用它进行调色 那么这个插件值得购买 但如果您的工作流是使用其他的软件进行调色 只使用它来进行焦点堆叠 比如说像我测试的这个DNG 那么似乎好像就有点不成功了 除了这两个合成插件之外呢 降噪锐化提升分辨率这三个插件 不得不让我想到了TopX Labs 那么作为竞争产品Luminar Neo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咱们先来看看我最关心的降噪插件 那无噪音这个翻译呢 真的是实在是太糟糕了 当然大家能看懂就好 三个档位的选择低中高 下面呢附有三个参数可以进行手动的微调 那第二个选项详细信息 我认为它应该翻译为细节会比较的容易懂 那单从它自动判断分析的结果来看呢 我感觉它并没有比自带的消除噪点功能要好很多 不过确实在细节的保留上呢 要做的稍微的好一些 自带的消除噪点功能呢 它处理出来的色块感要更重一点 但是呢我发现啊 选择不同的照片的时候 它处理的结果并不是很稳定 比如说这张背景颜色单一 相对来说要更容易处理的照片上 它整个照片呢都出现了奇怪的纹理和色块 物体的边缘呢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层 总之降噪的处理结果并不是让我很满意 那么这些奇怪的纹理和色块 让我想到了Lightroom在解析富士RAW文件的时候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而在Luminar Neo当中这个问题显然比Lightroom更为严重 所以就我目前的需求和使用情况来看测试的结论为不是很推荐来购买这个降噪插件 至少目前这个版本呢我认为还不是非常的可靠 特别是如果您和我一样用的是富士相机的话 那么非常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锐化插件说实话和我想的还真不太一样 它并不能够对我拍摄的建筑城市风光这类的照片进行锐化以及提升细节 而是针对没对上胶或者说有一些脱胶的照片进行恢复 我测试了一下这恢复效果确实还不错 甚至还把衣服上的logo都给加强了 胳膊上的毛也比以前更清晰了 可以说做到了比较有效的补救 当然脱胶太厉害的话它就不太能够恢复了 您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需要注意搭配遮罩蒙版 才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不然它会把不需要修复的位置给处理的特别的奇怪 那使用AI蒙版我发现就可以自动的识别人植物建筑和山水等物体 或者通过画笔手动添加或者是去除想要恢复的区域 总之在操作的空间上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对于这个锐化插件的测试结果 如果您和我一样是想让咱们这个建筑和城市风光的照片变得更锐 那么这个插件呢不太合适 但如果您是拍的是高速题材 还有就是人像以及即时题材比较多的话 那么这个插件呢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有非常不错的恢复效果 目前Luminar它拥有的问题呢是处理速度比较慢 不光是这个Neo版本它以前的版本也是一样 非常的吃内存 在Mac电脑上的运行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那很多小伙伴就反映在PC上处理的速度呀特别的慢 在测试这几个插件的时候呢 我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基本上每一步操作要等个一到三分钟 让它去做合成处理 照片要是不是特别多的话 还能勉强接受呢 如果需要大量处理照片的话 这难免就会让人有些等的不耐烦了 在购买前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亲自的测试一下 再去付款 尽量在它的官网注册账户购买 不要在Apple Store里边购买 不好做售后处理 说说年费这事吧 虽然买断的这个版本呢 现在还是有的也能买到 但不知道未来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不得不承认买断形式呢 是我选择Luminar的一个很大原因 当然它操作简单也是一个购买理由啦 续费制度对于使用率不高的小伙伴们 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不太友好 其实我使用这个Luminar频率啊 也不是特别的高 那如果您看过早期的视频 肯定知道我买这个Luminar呢 就是为了快修人箱照片的 毕竟我不太擅长磨皮受敛 虽然拍的不多 但是自己和家人的照片偶尔呢 还是会有这个需求的 所以呢我也算是在这个低频使用者的行列之内吧 买断的形式很显然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如果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 我倒是觉得这样一来 至少它不会每年都会推出一个新的软件来圈钱了 还记得上一个Luminar AI这个倒霉的版本吗 简直就是Nio的试水版 现在呢就算是打入冷宫了也没有什么更新也没有什么新功能 至少Luminar Nio现在这个版本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现在它已经坚持了两年了吧 那这就对已经购买的小伙伴来说也未尝不是个好消息 有一说一 尽管Luminar Nio它改变了收费形式 就年费的价格来说呢 它仍然是目前同类产品当中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摄影后期软件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力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